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五花肉炒大葱 今天在超市看到五花肉 五花肉很漂亮 等下切掉 先切大葱 要洗净 大葱 黄的葱 也不要 洗净 再切 切成小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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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葱 切成小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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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malaria 切成小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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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冰箱 兩面都煎好了 放些膠線下去 現在倒些大蔥下去 混合在一起 放些酒 大約一瓶 放些鹽 鹽前沒有味 少許生抽 放少許 放少許 放少許白糖 大家不喜歡放白糖 放雞精雞粉 有些人家有雞精雞粉 現在放大約一瓶蠔油 放大約一瓶 看見都想吃了 相信你看見都流口水了 五花肉真的好惹味 五花肉炒大蔥 可以了 讓我先試一塊 先試一塊 先試一塊五花肉 哇 好棒 嗯 嗯 嗯 沒得彈 五花肉 抽任何東西都很好吃 真的 但有點肥 嗚呼 很高 想吃吃炸炭炒 炸炭那麼靜 又快脆又簡單 天啊 哇 都幫大家看 看我今晚一份多豐富 好 好 太棒了 今天三菜一湯 白飯任裝 這是今天分享的五花肉炒大蔥 這是九翠炒蛋 這個是佛跳場 在外面買回來加工的那天食情還有 這個就是冬瓜湯 OK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觀看 Dance for watching 拜拜 再見 再見 我要開飯啦 我要開飯啦 再見 拍攝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